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心心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图层 那图层这个知识点也是很多初学者困惑的一个点 那咱们开始去讲一下它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是一个banner图 那这种banner图会经常用到电商海报设计中 得到这张图,我们离不开图层 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去讲一下什么是图层 首先,大家要明确的是图层它是一个活动面板 那活动面板的话,它是可以去活动着的 就像底下这个图层,我可以给它拽出来 对吧,那我可以给它拖拽吸附到任何的地方 比如说我可以吸附到左侧 也可以拽出来吸附到右侧 对吧,当然也可以拽出来吸到下方 这个是它是可以去活动着的一个面板 那如果这个面板不见了的话 比如说大家看,我把它关掉,是不是 不见了去哪找呢? 窗口菜单栏下,我们可以找到图层 在窗口菜单栏下找到图层 它的快捷键是F7 好,我们给它吸附进来哈 好,再来看 刚才老师演示了关闭 演示了拖拽 那我们如何折叠展开呢? 大家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位置可以去折叠起来 再点一下右上角就可以展开了 明白吗? 就是大家要先明确它是一个活动的面板 如果不见了,就是去窗口菜单栏下找 好,第二个,大家需要清楚的是它的概念 那,概念非常好理解哈 大家看着我这个效果图 这个海报它是分层的 那层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后台 那比如说每个元素都有自己对应的层 就好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称一样 那如果老师找一个同学回答问题 那我不能用手随便指一下 而我是要去找到这个学生的名字 喊他的名字,他才能站起来回答 那同样的 每一个元素都有自己对应的一个层 你如果对谁操作 就必须得要去选中它对应的那个层才可以操作 比方说 我觉得底下的这个白色的字不好看 那我要换一个字,那怎么办呢 那我选中它字对应的层才能操作 好,双击前面的T,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先去窗口菜单栏下找到字符面板 好,当你找到字符面板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调节了 比如说老师现在去给他的这个字 换一个颜色,换成一个绿色 绿色太丑了,换个蓝色 换个蓝色 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更改了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一张图一个层 然后对谁操作就一定要选中它对应的层 明白吗 对谁操作选中它对应的层 然后其次 上面的层会遮挡下面的层 这个非常好理解 这个五角星的话 它人物模特身材后面是不是显示不全的 为什么 因为人物的这个造型会遮挡它 是不是 所以图层与图层之间是有遮挡关系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它的一个顺序的关系 比方说老师现在先选中这个层 如果老师把它移 往下移 如果移到五角星的这个造型的后方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就不好看了 能明白吗 所以大家要清楚啊 图层它是有顺序的 那这个图层的顺序怎么去做呢 咱们可以去拖拽 当然也可以通过快捷键 那快捷键向下移一层的话 是Ctrl加左括号 向上移一层是Ctrl加右括号 至于顶层是Ctrl Shift加右括号 至于底层的话是Ctrl Shift加左括号 明白吗 好刚才老师讲了图层的一个顺序 那图层除了顺序以外的话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知识点 来咱们分别去讲一下哈 图层它是有类型的 那每个类型它都是不一样的哈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去观察这些层 咱们先去看哈 当前的图层是不是 那过来就是一个它的类型了 它的类型大家看一下 一共有五种 五种类型 那么分别是哪五种呢 第一种叫做未图图层 第二种叫形状图层 第三种文字图层 第四种智能对象 第五种调整图层 那分别它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哈 如果你是一个未图图层 它长什么样子 就是大家看哈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背景图层 大家看它的右下角是没有任何的角标的 这个就叫做未图图层 它就是一个小方块 没有任何角标 好我们回到笔记中 给大家去看一眼啊 未图图层 就是前面的缩略预览图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光秃秃的 右下角没有任何的角标 那其次的话就是形状图层 那给大家看一下 何为形状图层呢 就是在这个层中 大家看 这是比如矩形形状 然后右下角是有这样的一个 矩形的小角标 这个叫做形状图层 那形状图层 可以去找到 可以得到形状的工具得到 比如说矩形工具 比如说椭圆工具 都是可以去得到形状图层的 好第三个是什么 是我们的文字图层 那很简单 文字图层它就是用来打字的 比方说我们这里面的话 是有文字图层 它前面的缩略图是一个T 对不对 好第四 是智能对象 第五是调整图层 那咱们先来说调整图层 后面说智能对象哈 那么什么叫做调整图层呢 调整图层它是用来调色的 比方说我觉得这个整体的颜色 不是很舒服 那我现在需要去整体 给它进行一个色彩的调整处理 那怎么办呢 好选中这个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 可以得到调整图层 比如说我找到色相饱和度 找到色相饱和度 可以去全局的调这个颜色 当我调完以后 大家去仔细观察 最顶层生成了一个新的层 并且它后面跟了一个白色的板子 大家现在先不用管 这个白色的板子 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缩略预览图 它就是调整图层 我双击调整图层 可以进入到调整图层 继续编辑 明白吗 好我们说一下 最后一个 也就是老师刚才没有讲的 叫做什么 智能对象 右下角是有这样的一个角标 那这个就叫做智能对象图层 那我们说一下 智能对象的图层的话 它其实是为了保护图层 不被破坏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选中这个人 如果我现在想去擦除它一只手 那我从最左侧工具栏的位置 找到橡皮擦 点一下 它系统告诉你没办法处理 因为智能对象是不可以直接编辑的 如果你要直接编辑 你要去进行干嘛 山格化 如果你点确定 那大家看 它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未图图层 那我一擦是不能擦掉 所以调整图层对这个层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并且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调整图层 它放大缩小以后不会失真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人物 那我给它复制一个 当我复制完以后的话 我把复制的这个鼠标右键先给它删格化 删格化掉以后 咱们先给这个图缩小 好 再给这个图放大 好 再给它缩小 大家看一下 当我无数次放大缩小以后 这个图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 这个智能对象图层 那我现在先去给它缩小 好 再来放大 再来缩小 再来放大 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对象对应的图层 它的一个特点 明白吗 好 再来说一下智能对象图层的另一些特点 比如说 如果它现在想要去变成一个普通图层 怎么办 是选中它 鼠标右键 给它删格化图层 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图层了 那么 当然其他像文字图层啊 这些能不能转换成智能对象 可以选中鼠标右键 转换为智能对象 它现在就变成一个智能对象的层了 那 还有就是这个多个层 也可以变为智能对象 按住shift 将这几个层都选中 鼠标右键 转换为智能对象 那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你说老师 既然我已经转换成智能对象了 那我现在想要去重新进行编辑 怎么办 想要改字 那你现在是不是不能直接改 好 我们双击智能对象 右下角的角标 可以进入到智能对象内部 那这样是不是还是分层的 那你看 比如说老师现在想要去改一下 其中的一个字 我觉得这个太大了 那我给它调小 好 注意 调小结束以后的话 我们一定要保存Ctrl键加S 好 存一下大家看 是不是过来以后 它这个原图就更新了 明白吗 好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对象的图层 老师刚才讲了三点 第一点 是什么 它保护图层 不被破坏 那不被破坏 也就是不能用画笔 橡皮擦一类的东西 第二点的话 就是放大缩小无数次 它不会去失真 第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说 其他的层都可以转换为智能对象 并且 转换成智能对象以后 你双击智能对象右下角的脚标 能够进入到智能对象内部 所以智能对象的话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功能哈 那么当然智能对象也可以转换成普通图层 那怎么转换呢 选中鼠标右键三格化图层 它就转换成了普通的图层 那么大家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哈 这里是不是有个类型 那你就可以去查找 好 第一个叫位图 所以我点第一个 是不是只有位图的图层出现 第二个叫调整图层 我点画面中没有调整图层 所以没有 第三个文字 那它是不是都把文字筛选出来了 第四个形状 它可以把形状筛选出来 好 第五个是什么 是智能对象 那它筛选出来的所有都是智能对象 明白吗 好 所以刚才老师去讲了这样几个点哈 给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个 大欧明确的是 图层它是一个活动面板 如果不见了去窗口菜单栏下找 可以折叠展开拖拽关闭 好 第二个它的概念 一张图一个层 上面的层会遮住下面的层 有遮挡的关系 对谁操作就一定要选中它对应的那个层进行操作 好 第三图层的分类 讲了五类 那以上就是我们讲的三个点 你学会了吗